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在路樹幹郑老師同學會有 今天台北股市墜落 全亞洲台北股市墜落 真的要開低 然後就殺一波 殺兩波 殺三波 殺四波 殺五波 一二三四五 五波的下沙 沙的哀哀叫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市場的解讀說 昨天電價上漲 出乎意料之外的工業用電 大漲了15% 那會影響到一些製造業 尤其鋼鐵 水泥這些 用電比較多的 你看中鋼對不對 但是也還好 你看中鋼今天也沒破低 所以中鋼已經跌很多了 你看中鋼已經跌很多 跌死了 前陣子很多人在講鋼鐵 在這邊講鋼鐵 現在沒人講鋼鐵 你看中鋼也是跌死 但是你說奇怪的 中鋼沒破低 好像其實你說今天沙盤 怪怪的 那再來呢 最主要還是殺在IC設計 你看連發科 今天還是殺在連發科 你看除完全之後 今天還破低 那真的是可憐啦 以連發科這麼好的公司 對不對 除完全貼權還破低 還破低 那當然對市場的信心 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那當然這邊也是 應該也是外資的傑作啦 反正外資追高殺低 追習慣 追來追去 又殺來殺去的 但是我認為啦 你說 以連發科現實的水準 雖然說手機的庫存是 比較高了一點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那邊的 手機的銷售 也不怎麼好 甚至呢 還有高通未來的競爭 我想這個我都跟你講過 所以為什麼 去年我也不看好連發科 我會覺得說 連發科你還比較小心 但是你說 以連發科的一個獲利表現 你說第一季也賺21塊 對不對 今年呢 應該 60塊沒問題吧 第一季也賺21塊 我們今年應該 60塊沒問題 股價651塊 這本益比已經不到10倍了 IC設計 對不對 IC設計本益比不到10倍 它不是做那種 比較low end的 像驅動IC那種IC設計 它是 很多也都是高階的處理器 中高階的處理器 股價這樣子本益比不到10倍 你說這樣合理嗎 我覺得是不合理 所以這邊 外資要殺就讓它殺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這個還是都會強談 因為畢竟你今天看 今天大陸股市 哇 人家大陸股市還是很強 人家還是漲 你看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最近也是很強 前陣子很強對不對 也跟著國際股市下跌 最近這幾天也是談得很兇啊 甚至韓國股市也比台灣強吧 對不對 今天還收紅 只有台北股市跌 這真的很好笑 對不對 到底 到底年底的選舉要不要選 年底的選舉要不要選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讓外資殺一殺 趁機再殺一下沒信心的 但是你說這個盤真的那麼差嗎 沒有啦 你說連航運股 對不對 陽明年兩天大漲 但是這種你上來還是要賣 我還是建議了 為什麼 其實今天一個 今天最新的新聞 今天最新的新聞 驅動IC疊價壓力 第二季 下半年 仍然延續 毛利率保衛戰更行艱困 毛利率保衛戰更行艱困 真的 你說很多的IC 很多的IC設計 去年漲很多的 或者說因為疫情起來的 對不對 面板也好 驅動IC也好 甚至航運也好 真的你要小心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 要不然你說今天中環為什麼要賣陽明 他在賺多少錢 一張賺10塊錢 他為什麼要賣 對不對 有時候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人云亦云 你看這個 這些真的很可憐了 真的很可憐了 你看天玉 對不對 380 最高380 現在多少錢 140 最高380 現在140 有沒有 當然你在這邊殺我是覺得不對 但是你說真的 是不是產業面你今天也看 今天最新的消息 價格還是跌價的壓力 這是我去年都一直跟各位講過 你看到今年真的跌到很慘 然後真的實際狀況發生了 對不對 真的實際狀況發生了 股價都不到一半了啦 這剩四成了 那敦泰呢 對不對 不到三分之一啦 這邊呢 這兩百九吧 兩百七、兩百九 最高297啦 那現在多少錢 今天94塊 297到94塊 不到三分之一 那時候很多老師在這邊跟你講 本益比好低喔 噸泰不會漲 電子股不會漲 對不對 那老師呢 不見了 對不對 大家會員買在這裡的 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現在剩三分之一了 剩三分之一了 所以 真的你還是要懂一些產業啦 為什麼我告訴你說 這邊會反彈 但是呢 有些股票回不去 你說這個要回到這邊嗎 很難啦 你說一個終極反彈可能到這邊 或者強一點可能到這邊 可能到這邊 但是你要到這邊 比較難 非不可能 我覺得不可能 到這邊不可能 因為不會再缺貨了 這個缺貨 這個 今年緊縮的狀況已經緩解了 所以你真的 該處理都要處理啦 趁反彈你該處理 該換股都要換股 就像那時候 很多人來這邊 我都叫你們賣嘛 後來有很多人來找 我手中有天譽的 我都叫他們賣在這裡 我都叫他們賣在這裡 很多人都還賺錢賣掉 對不對 你看這270現在多少錢 現在多少錢 140 一半了 現在是腰斬 你那時候沒賣 現在是腰斬 這個真的 真的如果說回歸正常 以前天譽我們是 三十幾塊買的 我只能跟你講 我們以前是三十幾塊買 現在140了 你說他如果說 真的反彈完回歸正常 他要跌到哪裡 要不要 如果真的跌到這種起漲點怎麼辦 真的跌到起漲點 這種漲價瘋狂的起漲點怎麼辦 我想講其實很多東西 為什麼我說我真的在節目中 我不是雞婆 我不是烏鴉嘴 我真的是能夠叫你們賣 能夠叫你們賣 能避開風險 真的就要避開風險 是不是 就要你航運股 今天很厲害 陽明又填權 對不對 陽明又大漲 但是呢 如果經濟不好 這個反彈上來 他還是要走回正常的運價 正常運價以前股價在哪裡 是在這裡 正常的運價 這幾十年來的正常運價在哪裡 你看這幾十年來 陽明的走勢是怎麼樣 就差不多最好的時候也是 對不對 四十塊左右吧 四五十塊左右吧 對不對 四十幾塊 這幾十年啊 陽明就這樣嘛 對不對 他就是這樣的期間嘛 這樣的期間嘛 你現在還有多少錢 你現在還有八十幾塊 很多東西你要想到最壞 不是現在這兩天陽明大漲 一堆人又跟你講 買陽明喔 大賺喔 怎麼樣喔 你又開始 對不對 幻想 我常講做股票你要想最壞狀況 他會跌到哪裡 經濟如果真的在回歸正常 甚至緊縮了 衰退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經濟不好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 來 2008年的時候 對不對 陽明是跌到八九塊錢 八九塊錢 這邊是八塊多 九塊多 經濟不好啊 運價怎麼會好 對不對 他是跌到八九塊 不要認為我在嚇你 我常講 我跟你講的未來都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我是看未來的產業趨勢的人 我不是看現在股價漲跌的人 我不是看現在股價漲跌的人 當然股價漲我們很開心 但是你股價修正 股價在整理 有未來的股票 你不用害怕 沒有未來的股票 你真的就要小心 這樣說呢 對不對 同樣的嘛 你說 那種功率半導體 最近跌得很慘 最近有一個人來找 他手中就有德維 這幾天跌了一百塊 真的啊 前陣子很多人講德維 有沒有 前陣子很多人講德維 台辦 對不對 強茂 對不對 前陣子很多人講 德維是最兇的 對不對 這二極體 那德維當然他有他的優勢 就是他媽媽是戴耳 非常強大的外商 但是你要想 德維第一季才賺兩塊多 第一季才賺兩塊多 今年能賺多少錢 十幾塊了不起吧 十幾塊了不起 股價三百塊 你不會覺得本益比太高 投信炒得太誇張了 有沒有 你看最近投信開始賣了 最近投信開始賣了 開始認賠了 股價用崩的 短短幾天跌了一百塊 今天還跌停板 今天還跌停板 所以真的有時候你會講 這些投信 不是我在念他們 有時候你炒股票 炒得也是蠻誇張 真的啊 你說本益比太高股票 你就這樣一直硬要給人家炒上去 為了績效炒上去 等到拉不上去的時候又亂到貨 又亂到貨 你說同樣的德維跟8261的副頂哪一比 是不是 我還是選副頂啊 為什麼 副頂你看第一季賺多少錢 這3塊多啊 對不對 3675的德維第一季賺2塊多而已 德維今天跌停板262塊 8261呢 賺的比他多 才116塊半而已 那你說副頂是不是物超所值 所以你說股票是這樣看的 對不對 你說為什麼聯發科不好 為什麼創意還是不錯 你做的東西不一樣 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真的資源算了吧 真的反彈上來要賣 聯發科真的 你還是反彈上來先賣一下 因為畢竟啊 這個 怎麼講 經濟的緊縮對不對 對他們來講都是傷害 那這幾年享受了那麼高的一個大成長 大成長 有沒有 中國的去美化 晶圓的一個功不應求 報價的上漲 但是你看 這個休登下來也是很可怕的 這休登下來也是很可怕的 就像說你說對不對 第三代半導體 為什麼說你看 漢壘比較強對不對 為什麼第三代半導體 因為難做嘛 所以漢壘本意比高 這就是產業嘛 但是呢 我們的台亞更強 對不對 我教你買在這裡 教你買在四十幾塊 我們這邊隨便賣也都賺 但是呢 它結束了嗎 它結束了嗎 甚至台亞第二今天收平盤 昨天收盤價在創波段新高 所以你說這個盤 根本今天看 這樣亂殺真的覺得蠻厲害的 這個外資也好 投信也好 很會亂殺股票 也很會亂追股票 但是無所謂 他們殺一殺也是有些股票被挫殺了 他們要追上去的 未來他們要追的 但是有些股票真的 你上來真的 趁著反彈 你要做換股 你能夠少賠就少賠 真的我不會騙 對不對 就像說今天的一個新聞 今天的新聞 來 對不對 除了驅動開期 你還是反彈要賣 今天新聞 中興信心滿 英特爾求補貼 中美成熟先進製成 兩樣勤 中興嘛 中興也是中國大陸大力的補貼 所以你看 他又要開工 又要開對不對 又要業績展望 他還是看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都慢慢的要去美化 所以成熟的部分 就是扶持中興了 真的沒有改變 真的如果說不夠的 才會去找聯電、利基電、世界先進等等 但是以中國大陸的企圖心來說 這個成熟製成 遲早你說中興他一定會越來越大 他的產能也會慢慢的符合他們中國的需求 在成熟製成的部分 所以你說長線上聯電會看好嗎 利基電會看好嗎 甚至你說世界先進也是都要小心 只有台積電還不受影響 對不對 就像說英特爾 對不對 他本來要在美國大力的投資 但是因為又卡關了 聯邦補助案又卡關了 所以他們又要延遲 暫時延遲 但這也是對台積電最好的 所以為什麼我常說 你還是選台積電 同樣金元代工你還是選台積電 其他真的大亂鬥 其他大亂鬥都會互相的影響 台積電受到的影響最少 台積電已經跌那麼深了 當然你還是選台積電 這就是產業 就像說第三代伴雜廷 大家也知道因為Tesla用了 所以大家才開始引爆全球的熱潮 但是Tesla最近也出了一些包 Tesla最近也出了一些包 就是他用MOSFI 他用碳化系的MOSFI 碳化系的MOSFI 取代IGBT 當然充電也快 甚至體積也小 但是最近也出了一些包廊 有一些小問題 有一些安全上的問題也遭回 所以為什麼說 真的同樣是第三代半導體 你還是要找技術強的 不是看報紙 不是看投信座 投信座胡做八 胡亂做股票 我就接著說投信真的 就養小鬼要養養的對不對 要吵到天上去 然後呢 要砍的時候又亂砍 有沒有 本益比那麼高的 炒到天上去 炒到天上去 現在呢 不做了 做帳結束了 開始結帳了 會給人家亂砍 前陣子一定就說得為多好啊 對不對 上半年拚半個補股本 車用催漏業績逐年旺 得為股價踩油門 接單旺 全鎮田 深耕車用 公控 業績逐年的成長 三立三升 怎麼樣 對不對 這些新聞說真的 都是在高檔跟你講很好很好 營收登峰 業績 三年內業績逐年成長 對啦 都在這邊說好 都在這邊說好 對不對 股價漲到天上都說好 人家結完帳 開始在殺股票 全部都中槍 對不對 所以真的啦 這個行情 大反彈的一個看法我沒有改變 今天台北股市是最弱的 真的不合理 真的 該打屁股 國安基金護盤的操盤手要打屁股 日本也漲 韓國也漲 大陸也漲 台灣跌100點 真的該打屁股 他們可能想讓外資殺地 但是反彈上來 真的啦 你該賣的股票 該換的股票 你該賣的該換的 有些的一個需求還是不好 受疫情的影響 過去漲很多的 這些股票 現在慢慢要跌價了 要回到正常了 拜託你趁反彈一定要賣 一定要賣 甚至成熟製成的 金顏代工 聯電等等的 我還是沒有看好 這邊我是看反彈 但是你該賣 彈上來你該賣還是要賣 不要又聽 對不對 但你買在六十幾塊的人的話 航運股 但你買在兩百多塊的人的話 又去越貪貧 越貪越貧 到時候真的 越賠越多就會很辛苦 你應該是趁著反彈 以股換股 換未來會好的公司 好不好 小大立光今天也沒跌 對不對 你看大立光今天也是漲 你要買那種 未來有倍數機會的 不要真的 不要只看說今天 老師今天陽明又漲 對對對 那如果說 就像這個一樣 驅動IC一樣 未來跌價開始跌價 股價如果又剩一半了 那你怎麼辦 真的趨勢 趨勢的成型不會很快 但是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等到你趨勢真的出來的時候 它已經 像這個驅動IC 已經剩下三分之一的價錢 對不對 所以要提早做準備 該換的股票 你要捨得換 這樣子你才能夠反敗為勝 好不好 以股換股 反敗為勝的專案 歡迎你的加入 特別的優惠 吳哥平哥好好的把握住機會 也祝各位超多順利 賺大錢 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顧公司於所推薦 分析之個股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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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